爸爸就拎著公事包走出門啦 他說 欸 寶貝來給我親一下 親爸爸一下 爸爸要去上班囉 我不要 然後呢 他說 你為什麼不要 我是蜘蛛精 然後 然後爸爸就換了 好 那可愛的蜘蛛精來給我親一下 他說 蜘蛛精沒有爸爸 他講了這一句話之後 他爸爸就開始注意 他說 他為什麼會這樣對我說話 我就說 就是因為他常常在叫你 你都聽不見 你看 他已經有感覺了 你要小心喔 然後這時候 他爸爸就開始很注意他女兒了 真的喔 所以 你看這個女孩子很厲害 可以跟我老公講 蜘蛛精沒有老公嗎 沒有啦 然後沒有什麼 沒有用 好恐怖 楊瑩妮呢 我們家回來 我們家老公正 他就經營他的那個 就是什麼粉絲團啊 什麼的 他經營得非常的好 比他的當勤事業都來得好 哈哈哈哈 你回家以後 全部的時間都在滑手機 好 來看一下 你有帶影片的 OK 我弄一下 在屏幕 好 好 好 你已經弄過了 你在說我剛開始 沒有 那我剛開始 你先玩一個多小吃 我先讓我休息一下 我看看 可不可以 不行 你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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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再 我再跟妳講吧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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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要休息一下嘛 我晚上今天就怎麼樣了 真的 你的眼睛這個要換成這樣 你知道 你眼睛你看看變小了 哎呦 然後 那已經變成日本人了 那麼小 已經髒髒了 真的耶 這褲褲都很太少 對 我們這樣回去之後 就是趕快把東西修一修之後 就把手機插到那個電源上 然後就開始玩手機 然後你如果叫他爸爸 爸爸他不理 如果像我 如果像你們這樣 爸爸 我跟你講 你聽不到嗎 他馬上就把手機放下來 就翻臉 就說 哎 你都不會好好講話哦 我十幾年前認識你 你不是這樣的哦 我老公也是這樣講的耶 對 他說你十幾年前 都是很溫柔的哦 你為什麼現在會變這個樣子 真的耶 你不是說你需要這麼大聲嗎 為什麼要變這個樣子 哎 我現在 為什麼要變這個樣子 我現在是想要變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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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不要放眼神說 為什麼要變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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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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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你未婚的弱勢 像我們這種結婚了 我們再來聽一聽說覺得 自己再想一下 好像是這樣 有一點內視這樣 好像 然後就趕快 嘴巴比較小聲一點 所以你不是說你 但是我唸小聲一點 難道怎麼只不敢結婚了 而且小孩子真的會有樣學樣 因為我孩子常說 爸爸你跟我玩 他都當沒聽見 所以有的時候我小孩就在那滾 我就說 欸 彈鋼琴 他就 就當沒聽見 就在那滾來滾去 就是寧願什麼事都不做 在沙發上滾來滾去 他也不去彈鋼琴 我說欸 要我講幾遍 要講三遍是不是 他就說 爸爸都要講好幾遍啊 對 就針對第一條 回家就在沙發上 你真的幫男生好好辨解一下 你們兩位有什麼要辨解的 其實啊 你先講一下好了 對 我再看你怎麼講 其實回家 賴在沙發上 其實也不叫賴 其實是 怎麼講 因為我們活動的範圍 其實家裡不是很大 頂多就是 電視機前面嘛 那像我們愛運動的 平常運動完回到家裡 就洗完澡之後 休息的地方 不是床上就是沙發上嘛 那我們又愛看運動頻道 就剛剛 曲愛玲講了說 他老公也愛看運動頻道 其實有時候小朋友在叫 因為我們看球賽 那個精彩就在那一瞬間 我們會很專注 是真的是專注 你想嗎 他老公已經眼睛背起來了 球賽又比小孩重要嗎 他已經專注到靈魂出竅 對 他的意思是說 本來很精彩 然後小孩一叫 什麼事一過 蛤 全力打打完了 對 他沒看到就會很三秒鐘 把全力打打 問題是你一天要睡著 你是精彩什麼 那為什麼要睡著呢 睡著是 對 因為看久了 有時候會 因為有時候 你就是坐在客廳 要配著電視 比較好入睡 不是不是不是 我告訴你們是這樣 男生有些時候看運動的時候呢 閉上眼睛 你以為我們在睡覺 其實我們是把它當廣播 什麼就是我們怎麼可能 他不客氣 你看 怎麼可能 你知道你的英文這麼好 那全是英文 在轉播的你都聽得懂 對啊 順便練家的英文 好厲害 只有中文的好不好 因為可能家裡的沙發 都很適合爸爸在那邊 他有一個魔力 對 就是爸爸一坐 一下班回來的時候 坐在那邊吃飽了 坐在那邊就很舒服 你是宣誓主權對不對 就是也不是宣誓主權 就是覺得在這邊就特別舒服 而且這個角度 然後看個電視 然後這樣子慢慢 出來 冷靜 冷靜 各位 覺得這兩位男人的辯解 有辯解成功嗎 全差 可以接受嗎 爛透了 爛透了 不是 不是 你幫我先講一下 因為他們今天打從心裡 就是從頭到尾都否了 老公 男朋友這些行為 所以我們再怎麼合理話講的話 你看 為什麼 男生回家就會拉 這也不重要 我請用刑 打他就好 打他就好 有兩個人 他們都給他打一下 一起 還有 還有 老師 還有老師 老師不用了 老師不用了 老師不可以挑戰的權威 老師 什麼時程跟什麼日子 男生是比較懶的 原則上如果懶要用月亮 滿月的人積極進行 他不會懶 哦 滿月 我其實覺得 我是一個還滿懶的人耶 在生活上面 很多事情我真的很懶 他有兩種 我不耐煩 一種是 一號二號這種 弦夜 他要去追到15號 滿月 對 這種人反而不會懶 我是後面 真的喔 我是29了 是16 17以後的人 越來越退步 越來越退步 他會懶 都退完了 因為他曾經滿過 所以他就不太在乎滿了 漂亮 所以他個性上會傾向於懶 所以老師像我是12月初二 我反而是勤勞的對不對 對 你是勤勞的 除了啊 因為我要追求滿月 對 你是勤勞 他真的是很勤勞 他是勤勞 我真的是生活上還滿懶的 所以我對什麼 回來有人賴在沙發什麼 我真的沒有感覺 對不起 所以你OK的 是會這樣嗎 我沒有影響到家庭生活啊 為什麼一定要 我OK的是 所以你覺得這個 我們來正在這邊嗎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我的個性對 因為我是懶 比較不在乎這些東西 我又是很懶的人 因為生活是很懶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沒有困擾啊 其實你 我沒有那麼大的困擾 我真的沒有 那可能也是因為 很多事情我都 我沒有什麼期待啊 可是不會因為小孩 沒有什麼期待啊 沒有 我跟你講一下 其實女人最能包容藍人 就是滿夜那幾天 滿夜的女人 不太在乎藍人這些 喔 他個性 所以我是滿夜 因為他溫柔度夠 所以他可以 酷的 我可能是因為不覺得 我需要這個人幫我什麼 我可能 對 可能是 就算 是我們的關係有狀況 或者是說 或者我不期待這件事情 對 美人姐我了解 對面這些女士們 小姐們的想法 如果你的老公回家 也有幫你小孩顧好 然後他也有幫你洗個碗 或是說你請他做什麼事 他有做的時候 叫他這時候 都忙完了 你也沒有什麼要叫他 然後他開始坐在客廳沙發 所以腳趕快就放回來了 對 問題是都沒有做 那少當問題解決一點 所以男生是不是回家 假裝積極一下 對 不要一回家吃晚飯 然後碗盤丟在桌上 然後坐腳趕快去睡覺對不對 對 那我了解了 對 好險 沒有 你可以做過 你可以做過來了 因為我可以站在 太太老婆的另外 她的地場下 為什麼會討厭這個 因為其實這個 偶爾說媽媽有時候累了 也可能會有這個 當然 可是因為他可能忙完了 很多家事之後 他可能就需要這個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很懶的男人 你最好找那個是 滿月的時候出生的女人 可以包容 是的 他比較容易包容 對 對不對 就是什麼都休息自己做就對了 對 你們有人是在 滿月的時候出生的嗎 我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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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可以包容你老公啊 所以其實他是很能包容的 17 8年都過去 17年 所以他就很辛苦的衣服在做 我到第17年 我才在這邊揍了他一圈 真的嗎 那算是包容 對啊 活著 對 絲幼是很包容的 什麼帶小孩種花養蠻 對 什麼 他們家 他們家好像燈泡什麼 還是絲幼姐在換的對不對 對 我完全沒有期待啊 你不能怪啦 因為亮哥有時候 有些燈泡他換不到 但是我跟你講 絲幼抱怨歸抱怨喔 他是滿月的時候出生的人 你知道他 你叫他不這樣做 他會不舒服 對 他做習慣了 這是事實耶 哭著承認 所以這個表很準對不對 對 這個表很準 其實 宇靜老師這張月像變化圖 其實就是月亮一個月的週期活動 而出生日期 較接近滿月的人 他的個性會較為積極 而且較有包容心 而月偏離滿月 個性則會較為懶惰喔 而看完了第一項控訴之後 緊接著在顧小孩這方面 媽媽們又有什麼樣的怨言呢 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 可以刪了這邊 只是今天播出日 我們家電視一定看不到 我告訴你 什麼叫做天生就會做所有的事情 我老公常常都會講說 你都不開口 你告訴我做什麼 我就去幫你做啊 但是呢 我難道是生下來就會這樣做媽媽嗎 我生下來就會換尿布 我生下來就會餵奶嗎 對啊 我生下來就會照顧小孩嗎 當然不是